当年郭台铭通奸陈崇美,黑白集说有钱者亦弱势,社会大众倾限企业家的成就,却也领教了有钱人的风格。 10月16,2019,郭台铭通奸陈崇美还大谈逢场作戏神罗吉,当时各大媒体默不冷嘲热讽,联合报黑白集有钱者亦弱势,冷眼集说他听来桃花结是为创业而牺牲,可见当年他形象不佳,对比他今年扬言退报拒绝联合报戏采访又夜访联合报大楼,媒体应该理解有一种人比政客更会变脸,那就是有钱人,有钱就是任性没听过吗? Blackjack 2019年10月16日,有钱者亦弱势,2007年4月24日20点56分,联合报黑白集2007年4月24日上午4点17分,郭台铭最近恐怕觉得很不爽,穿上雅曼尼西装看来变年轻,为何外界对他的形象评语不太好,捐钱给基金会做善事,为什么大家只在意讨论他的绯闻? 在很多地方,郭台铭与一般人一样,或者说,他希望自己像一般人一样,例如搬出逢场作戏的理由,郭台铭说哪个男人没有逢场作戏,又例如明明富可敌国,郭台铭却声称希望自己是个穷小子,但郭台铭当然不是穷小子,所以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有钱人才办得到的事,多少人想要对林志玲牵手又搂腰,却只见鸿海砸钱半尾牙,虽能让董事长公开想此艳福,又多少人曾经和女人分手付钱惹纠纷,但落到告人恐吓取财的结局却不多见吧? 前后被人恐吓取财,这也是有钱人身上才有的境遇吧?郭台铭向社会展示了金钱的力量,不过,有些事不必有钱也能做到,例如他投注希望小学你从事的贫同客服计划,李嘉童等人号召大学生做义工当家交,早已默默行善多时,当然,还有些事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的,例如企业家的社会形象,受人敬重的价值观等等,郭台铭对此想必感触颇深,从牵手刘嘉玲,扫目爱物原以来及新闻不断的郭台铭,以他的财力合作风,让很多人生出有钱 人者亦弱势,得警惕,问世间前世何物,直交人形象差亦弱辞,社会大众倾限企业家的成就,却也领教了有钱人的风格,冷眼及酒女名模变调的应酬文化,2007年4月23日9点32分,联合报每本报记者梁玉芳2007年4月23日上午3点20分,近来凭出桃色新闻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又因为女人上报了,爽知郭董一点也不扭捏,直接认了传闻的这段婚外关系,直指对方是酒狼女子,而且她有付钱,谁知搞成仙人跳,但她上酒 酒狼是为了创业,做生意逢场作戏在所难免,听来桃花结视为创业而牺牲,被许多青年学子视为成功典范的郭董还问在场男性,男人谁没有逢场作戏过,这话听来十分熟人,直语当年前